这个主题叫心脖就是心脏的搏动 心脏的搏动是有周期性的 所以我们就叫这个周期叫做心动周期 也就是心脏运动的周期 那这边讲的是心脖 如果我们之后提到动脉 动脉也有搏动 动脉也有周期性的搏动 那叫做脉搏 脉搏是指动脉搏动 心脖是指心脏搏动 不一样 但是在人类的心脖会跟脉搏是同步的 我讲的是人类 其他生物不一定 那我们来看这边 心脖或叫心脏周期 指的就是心脏呈现搏动的现象 当然是因为心脏中的肌肉收缩 舒张收缩收缩造成的 那我们的心动周期 我们都习惯由心脏收缩当作起点 所以由心脏收缩开始 然后再接下来心室收缩 有这样的时间顺序 那我们看一下时间 整个心动周期 虚实耗时约0.86秒 大家要敏感一点 你们心动周期一次是0.86秒 代表什么 代表你每分钟可以跳 分子是60分母是0.86秒 那就会得到每分钟跳几次 对不对 会算哦 那有关于这样的换算需要解释吗 一个是每次 花多少秒 一个是每秒 等于60分之1分钟去做换算 你就可以得到每分钟跳几次 那我们如果把心房心室分开来看 心房收缩花耗时间 那剩下的0.76秒都在输张 因为一个心动周期就0.86 如果你心房收缩0.1 那输张就会0.76 这个数据你们看一下 也就是说你的心房几乎都在输张 你的心房几乎都在输张 收缩的时间非常短暂 那心室呢 收缩时间好一点 你0.38秒收缩 代表你输张有0.48秒 你们看这两个比例也可以看出来 事实上以心室来讲 它的收缩时间也没有过半哦 你全部是0.86秒 我收缩0.38 输张是0.48的 好 这边呢 我特别打个心心要强调 因为有人说心脏好辛苦 心脏都不能停 心脏都在工作 都没有办法休息 你睡着了心脏还要收缩 可是各位要知道 心脏收缩是它工作的时间 是没有错的 那心脏有没有休息的时间呢 当然有啊 心脏心肌舒张的时间 就是心脏休息的时间 大家舒张的时候不会收缩 同时会有充满血液到心脏 心脏的心肌里提供养分养气 所以心脏的工作是在收缩时工作 舒张时在休息 若你知道它的工作跟舒张 就是休息的时间是0.38比0.48 我们整理一下 所以心脏的心事 它的休息时间是超过一半的 0.86秒当中 有0.48秒在休息 超过一半在休息哦 请问你一天当中 你休息的时间有多少 算睡觉吧 也就是休息活动 你一天有超过12个小时在休息吗 没有 那是心脏比较辛苦 还是你比较辛苦 你耶 所以心脏很辛苦吗 还好 所以以后就投胎当各种器官 我宁愿优先学当心脏 为什么心脏好呢 明明休息的时间是很多的 但大家都觉得你很辛苦 真好 对不对 最担心的是你明明辛苦的要命 但是别人都不觉得你辛苦 例如肾脏跟肝脏 不过肝脏大家慢慢知道 你的肾脏也没有休息哦 它一直在产生尿液 肝脏也是一直在代谢 所以以后一定要当这种 明明不是很辛苦 大家都觉得你很辛苦的工作 这种工作几乎没有 好了 那这是心脏心事分开看 那我现在把心脏心事的收缩与书章 用下面这个图来做呈现 各位这个图可是今天的大重点了 上面是心脏 下面是心事 好 我现在画斜线就蓝底的 就是这个工 这个构造收缩的时间 心脏收缩0.1秒 剩下的0.76秒都在书章 哇 所以如果我要当心脏 我立刻当心脏 心脏都在偷懒 心脏都在偷懒 对不对 不过你既然知道 他的梳脏时间这么的大 这么的长 你要知道一个关系 因为心脏都在梳脏 代表心脏的收缩 不是这么重要 所以心脏中的心脏 它不太重要 我把这个观念带出来 有些人天生的 或是因为后天的疾病 他的心脏不收缩了 就是等于没有心脏一样 这些病患是不会死掉的 心脏不收缩不会死掉的 你只是循环的效率变差了一点 但心脏不收缩就错了 就死定了 所以心脏为什么收缩时间比例那么低 因为它不重要 所以你要了解 我好开心 我好偷懒 我都不需要工作 为什么 因为你不重要 你就是冗原 没有你也没关系 所以大家 你们要立志当有用的人 那好吧 我还是当心脏好了 心脏已经不错了啦 收缩时间零点三八 还有零点四八 超过一半的时间休息 对不对 可是也许你很重要 你不收缩 这个个体会死掉 好 那你看这是心脏收缩的时间 接下来 当心脏收缩完 换心脏收缩 心脏就改书章了 心脏收缩时间零点三八 那后面的书章这边是零点三八 但是要一直往后延续哦 前面这段时间也是心脏的书章 这边是零点一 所以后面的零点三八加前面零点一 我们整个心脏的书章就是零点四八秒了 零点三八加零点一嘛 好 以上是数学上的计算 让你知道 整个心脏收缩和书章的时间 心脏收缩和书章的时间 你都知道了 接下来呢 让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其实把你的心脏周期分为三期 第一期 心脏收缩了 但此时心脏维持书章 第二期 心脏从收缩转为书 从收缩转为书章 心脏从书章转为收缩 好 所以 上面换书章 下面换收缩 第三期呢 从第二期换到第三期就是 心脏持续书章 但心脏呢 从收缩转为书章 看到吗 好 接下来从第三期跑到第一期 心脏从书章转为收缩 好 大家也看我这样的表达方式 什么意思呢 双箭头就是这个箭头两条线的代表我收缩了 一条线的是我书章了 好 所以这三期其实就是心脏跟心事 由缩缩转书章或从书章转收缩的时间分隔 第一期心脏收缩心事维持书章 第二期心脏从收缩转为书章 心事从书章转为收缩 很复杂 第三期呢是心脏维持书章状态 心事从收缩转为书章 好 所以就可以看一下 所以第三期代表什么 第三期代表心脏心事都在书章 整个心脏放松了 好 这是第三期 好 以上是心脏周期分此三期 那我们看完这三期之后 我们用图形来表达 我们按照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第一期开始讲好了 第一期呢是心脏收缩 但心事是维持书章的 叫第一期就这个时候 好 我画一下 这时候呢我心防收缩往内凹 心防收缩往内凹 血液打进心事中 而心防收缩 我写个防缩代表心防收缩 这就是第一期啊 你可以回去看照前面那个图 就是第一期 到了第二期呢 改成心事收缩 所以我下面写的是四缩 心事收缩 此时呢是把血液打进动脉血 这是第二期 到了第三期呢 心防心事都书章 欧书章 全部都在书章 写个书 欧书 这时候血液啊 就从静脉 直接穿进到心防 直接就流入心事了 静脉的血液直接穿入 穿过心防流入心事 所以第三期 一般就叫它冲血期 血液直接从静脉流入心事 好 大家看到这里 你只要整个心事一书章 静脉血自然就进来了 好 那第三期结束之后 是不是紧接着就回到第一期去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第一期 它其实是第三期的延伸 它就是心脏书章了 啊 血液毁了 血液毁了 流的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 心防收缩一下下 那个叫临门一角 把剩余的静脉血挤到心事去 所以这个我把它刮护起来 因为它不重要 你第一期不发生 死不了人的 你只是回心的血 回到心事的血 少一点点而已 少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边要写个大量 大量的血液回到心事 事实上是在第三期 心防心事都书章的时候 然后到了第一期 回到第一期 这时候就少量的静脉 少量的血液 透过心防收缩 我挤到心事去 这边是少量 所以第一期不重要 因为它是心防收缩 心防没那么重要 它是辅助性指导 好 这就是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那看完这一二三 它一直轮流 一直轮流 所以第一期结束换第二 第二环到第三 第三结束是第一 所以其实概念上 我要把这个规则拉清楚 我们整个心动周期 最重要的就是 第二期跟第三期 为什么呢 心事收缩 血液是不是打出去 我们一般叫它射血期 把血液打出去 把射血出去了 好第三期呢 是冲血 血液进入心脏 第二期是把血液推出去 事实上二跟三 最重要 就是心脏冲血 心脏把血液打出去 心脏冲血 射血 冲血 射血 冲血 射血 那不就是一个帮谱吗 所以心脏重要的功能 是二跟三这两期 而第一期呢 它就是第三期的延伸 所以事实上这两个可以放一起 他们都是把心脏冲血的过程 只是冲血到快结束的时候 因为静脉压 静脉血压低嘛 留着慢 我的心房收缩一下 把剩下的一根血挤进来 挤进心室 所以事实上你可以把三跟一 合并在一起 它就是冲血 然后冲血分为 全部的房间都舒张 让血液流进来 快结束时 心房收缩一下下 让血液打进心室来 所以一号其实 第一期其实是第三期的延伸 而这一期叫冲血期 而第二期是射血期 好 现在你们看完这个过程之后 我现在把它擦掉 就是把刚刚那个圈起来 有地方化掉 另外要看的是什么呢 看半魔开关 这是今天的重点之一 我们从第一期开始吧 首先呢 你的心房收缩 血液打进心室 对不对 这时候打开的是 房事办打开 对不对 到第二期呢 换心室收缩 血液把压力往上推 这时候呢 关闭了房事办 而打开了半月办 打开了 到了第三期呢 书章了 书章之后 你的动脉血 刚刚打出去的动脉血 想要回流 结果关闭了半月办 此时呢 血液不是冲进心室吗 所以房事之间的房事办 得要打开 好 好复杂的图对不对 大家 这个图是画得比较复杂一点点 你要知道一二三期 你要知道是谁收收谁书章 什么时候是心室冲选 什么时候是心室涉选 还有这个阶段 两个四个半膜的开与关的情形 你要知道 好 因为这个图看起来真的蛮复杂的 我不打算用这个图解释半膜的开关 我回到前面这个图 这个图看起来比较单纯 对不对 一二三三个时期 你其实可以把心脏大概这样子做区分 这个是心房 这个是心室 写个室 然后在前面呢 就是动脉写个动 其实就三个段嘛 心房的血打到心室 心室的血打到动脉 好 其中心房心室之间有半膜 心室动脉之间有半膜 好就这样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私意图 血液就从心房流入心室 流入动脉 大概是这样的顺序 那我怎么知道 今天的半膜是谁开谁关呢 其实关键在于心室 怎么说 来了 你可以想象 当心室疏张的时候 我先说话收缩好了 当心室收缩的时候 是不是压力大 血液向前冲 打开了前面的半月半 半月半打开 而后面呢 被关闭 这叫做房室半关闭 房室关闭 对不对 你可以用这个图来讲 我现在用黄色的字 你们颜色好 不太清楚 用黄色的字代表的是 心室收缩 写个缩 好 你就想象心室压力变大了 血液向前冲 往回推 向前冲 打开半月半 往回推 关闭了房室半 好 这是黄色的字 我再换个 另外一个显眼一点的颜色吧 如果今天你的心室是 舒张 往外扩大 我写个 舒 舒张的意思 那就是血压下降 血压下降会造成 动脉血想回流 就 碰 关闭它 那这边的血压下降 这边的血液冲进来 打开了房室半 所以用蓝色的代表是 心室舒张时 血液从心房冲入心室 打开房室半 动脉血回流 却关闭了半月半 刚好相反 好的 好复杂 对不对 所以大家 你再回来看下面这边的箭头 猛 心房跟心室的收缩与舒张 其实就决定了半模开关 我现在就用下面这个图 把这三个时期发射的事情 写在下面 这是第一期 这是第二期 这是第三期 关键在于心室才是关键 再讲一次 心房真的不重要 所以一切心脏的表现 你都不用管心房 都是心室在主导的 那我们来看心室 心室从舒张转为收缩 就是刚刚的黄色的字 好 它从舒张转为收缩 心室收缩了 血液往前冲 打开半月半 关闭了房室半 所以我写一下 此时 房室半写个房室 我说的半模都写在下面 所以这是半模 半模两类 一类是房室半 一类是半月半 房室和半月 写在下面 好 这个阶段呢 我的心室收缩了 房室半是关闭的 close but 打开了半月半 好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在上面的两个箭头 好 那到从下面这边 那我的心室 从第二期转到第三期 从收缩转书张 就是上面的蓝色的字 我书张了 动脉血回流 然后却把静脉血拉进来 此时呢 房室半是打开的 open 把下面的半月半 反而是打开 本来是关闭 不好意思 close 就是蓝色的 我书张了 动脉血回流 关闭 半月半 然后静脉血 从心房流入 心室 打开了房室半 所以 房室半打开 半月半关闭 好 所以以下的蓝色的字 代表的是 你的两组半模 何时开 何时关 都有心室决定 心室的收缩 初期 半模 是房室半 关闭 半月半打开 心室书张的初期 是房室半打开 半月半关闭 都是发生在 心室收缩 和书张的初期 你从收缩转书张 或书张转收缩 都会造成 不同组半模的 开或关 那我就在这边 整理书 这些半模的 开关的关系 好 以上是 我们心动作语当中 心房心室 在哪一期开或关 血液是如何流动的 即当时的半模 是熟开熟关 的关系图 请各位这边 要自己去 统整起来 这整个心动组织中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到底各发生的 什么事情 好 那就过去 有学姐问到一个问题 既然我们说 心房的时候 没那么重要 我们为什么 还是把它当作第一期 为什么不把 我们这边所说的 第二期当作第一期呢 就第二期当第一期 第三期当第二期 那个不重要的第一期 把它后面就好了 因为它不重要嘛 为什么还是把它 放在第一期呢 好 跟大家大概解释一下 因为心脏收缩的时候 是心房这边的细胞 先产生电位变化 而让心房先收缩 换句话说 你们听过节律点吗 心脏有个构造叫节律点 节律点放电 引发心脏收缩 节律点在心房 所以心房是先收缩的 所以在整个 心脏收缩的顺序上 我们是定义上 是心房先收缩 因为节律点在心房 所以为什么第一期是心房 因为它是真的 先收缩的构造 虽然它的收缩不重要 我们还是把它放在第一期 因为它在时间上 真的是第一个发生的事件 就是心房 真的先收缩 好 这是心动抽期的介绍 OK 到这边有问题 那刚刚回到这个 复杂的图 旁边有些文字 我们很快把它带入 这些文字所表达的东西 心房舒张的时候 静脉的血液直接流入心房 再流入心室 这时候流进了心室的血 好多哦 这个时期叫做第三期 这个编号一的这个文字描述 其实是心中中的第三期 心房心室都在舒张 然后进入到第一期 第一期就是临门一脚 心房收缩 把少剩余的心房中的 静脉血打到心室当中 它的量不多 它不重要 所以第一期没那么重要 这是第一期 写个大一点 第一期 第一期结束 进入到第二期 第二期就是心室转收缩了 好 一收缩呢 把房事办关闭 回流把房事办关闭 向前把半一半打开 所以房事办关 半一半就打开了 所以两个半我刚好点倒 你开就我关 你关就换我开 然后到了第三期结束之后 又换到第二期结束之后 又回到第三期 第三期就是换心室舒张 好 那如果心室舒张会发生什么事呢 请看前面这个图的蓝色的表示 心房舒张时压力减轻 动脉血回流 关闭半月半 而它压力低 我的心房的血就可以流进来 打开了房事办 好 所以这个图你可以当参考 我们的心脏就分三区域 心房流入心室 心室流入动脉 心室收缩或心室舒张 刚好 要么就关前一个半膜 开后面一个 或是开前面那个关后面那个 反正这两个半膜是颠倒的 你开就我关 你关就换我开 有这样的关系在 好 我们的心动周期先说到这边